好待您掌握到美国动态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 中国破坏了美中外交关系 他说北京制造了反美情绪 阻挠了民众参加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活动 对于日前美籍的大学教师在吉林遇刺事件 特别的感到有心 地缘政治的紧张让美中关系走下坡了 中国企业到美国风光上市的盛况已经不复见 北京则在中国内部对市场加强的管控 今年中国企业在全球推出了首次的公开募股IPO案例 这恐怕将会创下十多年来的一个新敌 美中的科技战升温之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必须要增强紧迫感 加大创新力度 并且是点名了半导体还有工业母基 先进材料等等六大领域 要来确保重要的产业链 供应自主性以及安全可控性 美国的年轻人因为枪支暴力致死 超过了癌症死亡的人数 公共卫生署长莫西就指出了 枪支暴力是公共健康危机 美国方面应该要减少 用减少香烟以及车祸 造成民众伤亡的积极态度 来面对枪支的暴力问题 密苏里州有六名的姐妹 她们今年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 大姐是101岁 小妹88岁 六个人目前加起来的总岁数 已经达到了570岁 创下了六位兄弟姐妹 最高龄总和的世界纪录 那么以上资讯是由 美国世界日报所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和好资订队 优优独播剧场上 对比作同 最完整的新闻 您uity丢队